副理乡长陈荣聪寻求连任 虽然另外一位候选人曾经在网路上宣布要退选 但是陈荣聪他不敢大意持续每天都拜票 希望可以连任成功 12号举行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前县长谢胜山也特别到场为他交打气 陈荣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可以看到帐篷内挤满了支持者 高喊口号希望现任乡长陈荣聪能够继续连任 陈荣聪说这四年来跟地方共同努力 不管是建设还是其他目标都达成将近八成 建设跟村长各代表他们联合一起 已经完成了将近八成 那希望这一次如果能够连任成功 我们继续的来发展副理的农业跟光光结合 另外陈荣聪说他最重视的就是农业与光光的结合 陈荣聪表示副理最伤的是稻米 同时也有最美的大自然风景 两个结合将会是副理最大特色 去库南西的源头有那个农丫灰啊 我想说刚好也是在收割的季节 那我们想说用这个农丫灰的季节来吐血我们副理是产稻米的一个重要乡镇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汤味来行销我们副理的米食 推广我们副理的米食不只是稻米还有很多的副产品 我希望在我能够连任成功以后 继续来发展我们副理的光光跟农业结合在一起 副理乡长陈荣聪寻求连任 虽然另外一位候选人曾在网路上宣布退选 但是陈荣聪不敢大意 持续每天拜票希望连任成功 12号是凉成吉日 举行竞选总部成立 前县长谢深山也到场加油打气 陈荣聪也说会继续为副理乡服务打拼最美副理 记者高双双副理乡赛访报道